每一個病人 在一開始 父母親知道自己的小孩子 是不能認同他原本天生的性別的時候 通常都是會否認 然後不太容易接受 我在諮詢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希望說 父母親一起來諮詢 我要確定說 這些父母親真的瞭解他小孩子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做手術是對他是幫助 還是要害他 要讓他完全瞭解這個手術 包括手術的風險 那手術後必須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復健 然後在手術當中接受到疼痛 那我最常跟父母親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我知道你們很難接受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最辛苦的是這個小孩子 你可以想想看你天生下來 你覺得那個不是你的器官 這個有多嚴重 我們早期在做南遍理變性手術的時候 因為切下來的器官 因為中國人的傳統 有時候都說這個東西要拿回去啊 我們一開始都會問說 你這個都要保留 大概問十個九個病人都跟你講 不要給我看到那個噁心的東西 但是這個噁心的東西在做手術之前 一直在他身上 這是一件多難以承受的事情 所以我跟父母親講 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管父母親多難接受 其實最痛苦的是這個小孩子 他還要承受身體上將他做手術的那些疼痛 將他復健的時候的那些疼痛 反過來我會跟小孩子講 最常講的一句話 我說今天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你不管是父母親的兒子或女兒 他們永遠是你的父母親 永遠是你的父母親 你要記得這句話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我今天不管怎麼樣發生什麼事 親子關係絕對不能弄話 因為常常有些病人在 在爭取這個做手術的過程當中 常常跟父母親吵架鬧翻 甚至就是搬到外面住 跟父母親都沒有聯絡 所以這些病人在手術前 一定要有這種心理準備跟認知